哈喽兄弟们 欢迎来到刘哥魔玩空间 今天终于时隔两个月 又在斗鱼直播间 跟大家直播玩玩具了 介绍的玩具就是眼前的这款 来自眼镜厂出的 Grandista RS的魔化背吉塔 没错 这款玩具是一个超级大白菜 之前我介绍过的 Grandista RS的孙悟空是98块钱 而这款玩具 预定价格80块钱 还包有多么的便宜 我们就来拆包一下 这个超级的大白菜 盒子就是这个样子 大概高度是25公分左右 这面应该才是它的正面 眼镜厂 这个系列可以说是第一个比较大 第二个就是材质涂装也还不错 重点是它的价格都非常的便宜 你说100块钱都不到 得到一个可能是比景品高一点 然后呢比这个手办低一点的这个系列 然后呢快头有这么大 涂装方面还可以 你说值不值啊 这个价格你现在还能够买到什么玩具 你买这个就可以了 来我们来打开看一下 整体的一个细节方面是什么样的 哦 它好像这一次有附带两个头啊 我们来看一下 哇哦 你看 大概的内部细节就长这个样子 你看这个像不像是一个无头的这个战士啊 头被人砍掉之后 它还抱着胸非常傲娇的样子看着你啊 那么我们一个个把它拆开来看一下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头雕的部分 这一次有附带两个头雕还是非常良心的 首先第一个头雕是普通版的 你看这个是一个比较严肃的表情 然后刚才斗鱼上面的米佑有说这边好像缝隙有一点大 嗯 大家看看到底觉得如何呢 头发方面依旧是采用了这种比较有 呃 珠光漆一样的那种效果啊 这个图的是一个渐变的颜色 看起来还是挺不错的 尖锐的地方包括 一些毛糙的部分 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吧 记住它是80块钱啊 这张脸 一些纹路 我觉得是可以 没啥大毛病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这个被巴比迪控制的魔化的一张脸啊 这个你看很明显青筋暴露 上面有个M的这个标志 然后呢整个的一个表情也会更邪恶一点 你看邪笑的脸 这个应该是我平时会用的一个表情吧 至于头发方面两款都是差不多的啊 两个头雕我觉得没毛病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身体的部分 你看它就是一个暴胸的造型 然后头先暂时不要插进去 这个等到后面去啊 来看一下它大体的一个身形方面 非常的壮硕 我作为一个曾经去过健身房 大概有那么三四年的人 这个身材的话是很羡慕 但是我不想练 因为这个样子的话 你看衣服基本上穿不上去了 而且穿上去的话呢 也是啊鸡位十足对吧 鸡位十足 来看细节方面 纹路方面 比如说脖子部分 包括这边青筋暴露 还有肌肉的纹路阴影的处理 我觉得反正之前看过那个Grantist Rs孙悟空的迷友 应该是比较熟悉了 这个反正几十块钱的一个样子 比较接近于景品的造型吧 那衣服方面呢 一些阴影的处理 这个背后你看 有点像是一个宝石的这个形状 不光是这里啊 你看包括你看 这个膝盖位置也是这个样子 这个到底是为啥啊 膝盖平平的啊 刚才有迷友说 你看这边也是一样的 它都是这个样子的形状 你看包括这里也是这样子 这个啊纹路方面做的这么的规整 就感觉有一点假了 对吧 有点假了 这膝盖做成一个冷冷脚脚的啊 很多迷友说 刚才说是因为它啊 经常跪着嘛 是啊 OK 经常跪着 那这边有做出一些破洞的效果 你看还有一些刮擦的这个伤痕 这边也是有一些的 然后呢整个脚尖的位置 是这个样子 脚底它就是啥也没有了 重量方面实心的还是比较沉重的 然后呢 那手部我个人觉得这个手 你看感觉特别的短 阿鲁迪巴好歹这边还能摸到这儿 它这个就啊对吧 就直接放在这里了 手指一些纹路也是有做出来的 肌肉 对吧啊这个 这个当部也是非常厚实啊熊壮的一个样子 像摔跤选选手啊 让我想起了摔跤吧 爸爸这部电影 然后屁股方面 好了 那我们也废话不多说 直接开始把它的这个头啊 给它插进去 这个是直接应对的 非常的方便 来 好的 OK 那么我们这一款Grandista Rs 哎哎哎这个贝极塔怎么回事 你看站姿是比较靠前的啊 不过站立性 目前来看还可以 Rs这个版本的一个贝极塔的一个人形啊 就已经全部组装完毕了 OK那么我这边呢上旋转展示台给兄弟们看一下它的整个旋转的一个样式啊 这一次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这款它的身体是比较往前倾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转到侧面 很明显可以看到它的整个身体呢 你看是有点往前倾的 所以说我有点担心它会不会站立不稳 然后斗鱼上面的米友跟我说 他们手中的好像没有这么前倾 难道是我中奖 或者说我买到了一个KO的敞货吗 但这个东西好像刚出没有太久 应该不至于吧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如果一个厂货的版本做的头雕做的这么的精细 我觉得也算值得了 这个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反正旋转的时候呢 它还算是比较稳的 姿势方面也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 整体来说我觉得还算是不错吧 OK那我这边呢也拿出之前我做过视频的超级大白菜 这款孙悟空98块钱的 两款玩具放在一起可以发现 我是长大的这个孙悟空的版本 我都没怎么看过 所以说贝吉塔到底有多高我也不知道 结果发现两款玩具差距还是挺明显的 到底它有多大呢 这个是18公分左右的V级别的平头OP 那可以看一下这款是超过30公分的 有大概头发尖位置312公分吧 那这边呢可能是278公分左右 在重量方面的话 这款孙悟空是717克 这款是478克 差距还是挺明显的 两个好机油站在一起 你看这款正好身体往前轻 所以说可能这个样子 站着会比较好看一点 OK 那么这期视频呢 就做的差不多了 非常白菜的一款玩具 不到100块钱 但是好像现货价格 现在已经超过100了 但是无论怎么样 反正你喜欢七龙珠的话 是一个巨大控的话 这个系列我觉得 还是能够收一收的 但是切记 不要对它抱以太高的期望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 类似于景品一样的 达不到手办级别的一个玩具 你们一定要明白了 OK 兄弟们 那么喜欢我视频的话 记住点击订阅 还有关注 还有关注一下我的斗鱼直播间 2666360 每周不定期 跟大家来直播了 兄弟们 下期视频再见了 拜拜 拜拜